攻略第五年 未婚妻为了满足 幻埃白月光 想为家里留一个子嗣的愿望 执意要从结婚现场逃离 现身于她 我不同意 说如果她走了 我就会忘记我们之间的一切 未婚妻不幸 狠狠地甩了我一个巴掌 我没空和你玩这些小把戏 既然你容不下余年 我们也没有理由继续在一起了 最后 我攻略失败 系统惩罚我忘记她 她得知后却一夜白头 红着眼哽咽 文珊 你再仔细想想好不好 我不能没有你 结婚会场的化妆间内 我换好了西装 正坐在可疑动作以上 等她化妆 爱了柳如烟五年 也攻略了柳如烟五年 我终于等来这个抱的 美人归的机会 心里既紧张又兴奋 相比之下 柳如烟冷静得多 她面无表情地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任由化妆师 怎么为自己打扮 我笑了笑 走上前 轻轻拉起了柳如烟的手 燕燕 我好开心 我们终于要结婚了 以后我会为你遮风挡雨 你只需要乖乖在家里 做我的小公主就可以了 柳如烟终于有了反应 她淡淡一笑 硬了身好 化妆师是我高价聘请的 技术又好 速度又快 没一会 柳如烟的妆造和发型 就都完成了 化妆师对个人风格的把握很得当 柳如烟长相的长相 是偏清冷的那一挂 化完妆之后 更显得超凡脱俗 一副可观 而不可泄完烟的模样 我低头 一遍又一遍地 看着柳如烟精致的面容 心底泛起阵阵的甜蜜 老天垂怜我 赐给我这样一个完美无瑕的伴侣 柳如烟见我一直看她 脸上浮现出一抹红玉 她咬着唇 躲开了我的目光 我被她这副害羞的样子逗笑 想低头轻轻她 柳如烟却受惊式地 紧紧捂住自己的唇 脸上甚至闪过了几分嫌恶 柳如烟嫌弃的表情 像是给我从上到下 都泼了一盆冷水 连我那颗激动而紧张的心 都凉了下来 我愣了一会 缓缓开口 小烟 你怎么了 和我结婚你不开心吗 柳如烟似乎意识到了 自己刚才行为的不妥 与其带了几分歉疚 不是的 文山 我只是还不太敢相信自己 就快要结婚了 对我们未来的生活有些迷茫 小烟 你是不相信我会好好爱你吗 还是不想嫁给我了 你放心吧 在我心里 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了 我不会让任何人 有机会伤害你的 好吗 相信我 也相信你自己的选择 柳如烟看了我几秒之后 伸手刮了刮我的鼻子 你这么严肃干嘛 我当然相信你啊 只是我感觉结婚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比较紧张而已 我怎么会不想嫁给你呢 要是不想嫁给你 我肯定今天早上就偷偷逃走了 说到最后 柳如烟的语气中带了几分笑意 听到她这样说 我整个人也都放松下来了 伸手摸了摸柳如烟的头 小烟 不要紧张 我保证 你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我永远是你的小弟 柳如烟被我逗笑 一脸羞怯地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整个人都娇媚了许多 我扭头 在她额角留下一吻 如是珍宝般地握住了她的手 温存间 柳如烟手机铃声响起 谁会在这个时候给她打电话呢 我拿起她的手机 点了接听 然后开通了免提 轻力而又带有一点鼻音的男声嗓音 从对面传来 你好 我找柳如烟 请问你是机主本人吗 这个声音听起来很熟悉 但我实在想不起来是谁了 我刚想问她有什么事 手机就被柳如烟猛然夺去 她长长的支架在我的手背 划下了两刀血痕 我愣了一下 回过神来时 柳如烟已经拿着手机进了卫生间 二 时间好慢放慢了十倍一样 我在化妆室内左等右等 就是不见柳如烟回来 到底是谁让柳如烟绊住了脚 更何况是在我们办婚礼的这一天 心中一阵强烈的感觉涌出 我好像要失去柳如烟了 突然冒出的这个念头 让我整个人都慌了神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柳如烟一定不会离开我的 一定不会 她打这么长时间的电话 说不定是出了什么紧急情况呢 事到如今 我只是不断安慰自己 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 又等了几分钟之后 我实在按耐不住了 赶紧跑到了柳如烟进的卫生间的门口 烟烟 出什么事了吗 你在卫生间待了这么久 是不是不舒服啊 有什么事你就说出来 我都会一一帮你解决的 我们的结婚典礼都要开始了呢 烟烟 你准备好了就出来啊 我一直都在这等你 我像是自说自话一样 卫生间里毫无回应 我只能听到柳如烟嘀嘀的戳起声 我整个人几乎都贴在了门上 不敢错过一丝一毫的动静 如果柳如烟有了任何闪失 我一辈子都不会放过自己 许久我都保持那一个动作 直至整个身体都有些僵硬 眼看婚礼就快开始 我赶紧叫来了保安 正当我们要破门而入的时候 柳如烟终于出来了 与刚化完妆时的精致亮丽不同 她的婚纱裙摆有点乱 做好的发型都已经散乱了 眼妆被她枯花 结成块浮在眼皮上 烟烟 出什么事了 严重吗 需不需要我帮你处理啊 慌乱中 我拽住了柳如烟的手腕 柳如烟冷着脸 甩开了我的手 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让化妆师给我重新整理一下 妆面和造型吧 说完这句话 她就死气沉沉地回到了梳妆台前 听到柳如烟的这句话 我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 我就知道 她不会不要我的 二十分钟后 柳如烟又恢复了原本 那个寂静完美的装造 走吧 烟烟 婚礼快要开始了 我拉着柳如烟的手 就要出化妆间 柳如烟却好像定在了原地 任我怎么拉都纹丝不动 我扭过头 发现柳如烟正一脸纠结地看着我 文山 我想和你说点事 你千万不要不开心 听到这话 我愣了一下 微微点了点头 于年刚刚给我打了电话 她得癌症了 只有一年时间了 听到这个名字 我整个人都惊出一身冷汗 江于年 她居然回来了吗 还这么巧地 在我和柳如烟婚礼当天打电话说 她得了癌症 我苦笑了一声 握着柳如烟的手又紧了几分 烟烟 等办完婚礼 我和你一起去看看她好吗 你现在不要担心了 柳如烟甩开我的手 声音都带得几分颤抖 不 来不及了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于年 就这样死去 我耐住性子 低声下气地哄着柳如烟 烟烟 癌症是有治愈的可能的 你别担心 现在外面这么多人在等着呢 我们先办完婚礼 耽误不了多久 好嘛 我试图拉起柳如烟的手 然而下一秒 她就抬起手 狠狠打了我一个巴掌 徐文山 我说话你是听不懂吗 我说了 于年现在情况很危急 你非要在这个时间无理取闹吗 难道一场婚礼 比一条鲜活的生命还重要吗 你这种漠视生命的人 简直是太可怕了 我想我们不是彼此的最佳伴侣 瞬间我的脸就红肿了起来 但柳如烟的话 更像是一把把利刃 把我的心 刺的都是窟窿 你的意思是 我们到此结束 是吗 我对柳如烟还存有一丝希望 我多么想告诉自己 这只是一场梦 对 接下来的这一年时间 我都会陪着余年 你不用等我了 柳如烟丝毫没有犹豫 扯下头杀 转身就往外走 我苦笑一声 原来柳如烟补妆 不是为了奔赴我们的婚礼 是为了别的男人 三 你好 新郎和新娘要准备入场哦 不然时间来不及了 有人敲了敲门 好 你们稍等一下 我们马上就去 我擦了擦眼泪的泪水 给柳如烟打了的电话 祈求她能够回来 一遍 两遍 电话始终是无人接听 我不死心 忍着哭腔给柳如烟发了条语音 烟烟 算我求你了 婚礼两个小时就能完成 不会耽误你去看江鱼年的 对面显示已毒 我欣喜若狂 迫不及待地又发了一条语音过去 然而下一秒 屏幕上就出现红色感叹号 柳如烟把我删了 我愣在原地 心里像是被灌了一大桶水泥 为了江鱼年 她果真能做到这个地步 门外又有人来催了 全场的宾客都在等我和柳如烟 没办法 我只好整理好自己的情绪 走了出去 到了会场 我妈一脸焦急地迎上来 文山 小烟呢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我低头抿了抿唇 她 柳如烟出去半点事 可能暂时回不来了 听到我这样说 我妈一脸担忧 与其中也有了几分不满 这算怎么回事啊 哪有结婚当天新娘不参加的 你们俩到底在搞什么东西啊 我刚想解释 会场的工作人员就急匆匆地跑过来拽着我 快快快 新郎先上台啊 宾客都等着急了 我妈跟着我往前走 在工作人员的领导下 我上了台 四一宣布新娘进场 但那头却始终没有动作 宾客的表情逐渐从刚开始的兴起 转变为一脸的不耐烦 四一似乎也没想到自己的职业生涯 会遭受这次这么难的考验 她大笑了两声 拿起话筒 新娘不要害羞了 新郎已经等你很久了 快点出来吧 然而 回应她的只有会场所有人的沉默 柳夫坐不住了 走到台边 嗓门大到整个会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女婿 怎么就你一个人 柳如烟呢 这个死丫头不会逃婚了吧 我呆愣在原地 低头不语 说啊 柳如烟那个死丫头是不是跑了 我告诉你啊 就算她跑了 彩礼我们也不会退的 我儿子娶媳妇 还得买婚房呢 温母也在台下附和 对啊 可不是我们带她走的 和我们没关系啊 柳如烟的父母是出了名的重男轻女 收了我家八十万的彩礼补贴柳如烟的弟弟 却只舍得陪嫁两床被子 柳如烟刚开始和我在一起时 浑身都是被她爸爸打出来的伤痕 我悉心照顾她许久 伤疤才恢复一点 听到这话 我把我妈按耐不住了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现在受伤害的是我们家 是我儿子 你们不想着怎么把柳如烟找回来 反而说这些话 你们会不会太过分了 柳福文母哑口无言 脸都胀成了猪肝色 嘴里不断念叨着要打死柳如烟 台下乱成了一锅粥 全都一脸戏谑地对着我指指点点 我甚至能感受到 他们心底里的那股嘲讽 新婚当天新娘就逃走了 任谁看 这都是一件荒唐至极的事情 我站在原地 整个人像是石化了一样 脑海中 都是我和柳如烟之间点点滴滴的回忆 柳如烟和江于年是青梅竹马 两人从小就心颖不离 做什么都站在一起 他们俩都来自山区 村里人普遍都重男轻女 柳如烟为了逃离 被父母卖给邻村公公的悲惨命运 晚上趁着父母睡着时 和江于年一起私奔了 不料两人没跑多远就被抓了回来 柳如烟被打个半死 江于年也被家人软禁在家中 半年后 柳如烟在家人吃饭的锅里 偷偷加了少量的安眠药 那晚 她终于成功逃脱 在山路的入口 她遇见了刚刚治完叫回城的我 我心疼她痛苦的遭遇 把她带回城市 照顾了很长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 我慢慢爱上了柳如烟 柳如烟每日都待在我的公寓里 不用上班 不用做饭 每天的生活都是痘痘猫 遛遛狗 我每个月的大部分工资 都花在了她身上 支持她各种兴趣爱好 专门给她打造了一个衣帽间 柳如烟由原本的自卑懦弱 被我养成了大方自信的性格 两年后 柳如烟的父母找上门来 告诉我娶柳如烟 要拿出八十万的彩礼 我这才知道 柳如烟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我父母知道后极力阻拦 不让我和柳如烟继续在一起 但是当时的柳如烟 在我心里已经是无法替代的存在了 我始终相信 爱一个人就要爱她的一切 所以我开始更努力地工作 咱到彩礼前后 又劝说父母接受柳如烟 我为她做了这么多 在柳如烟心里 我还是一个可以随时抛弃的人 我不知道这么多年的感情 在柳如烟心里到底算什么 想到这 我按耐住要哭的冲动 从私衣手中拿过话筒 谢谢大家来参加我的婚礼 今天出了点意外状况 请大家先离开会场吧 李静我会按时退的 我对着宾客区深深鞠了一躬 转身离开了会场 四 回到家时 已经是下午了 我看着满屋子的气球发呆 明明几个小时前 柳如烟还满心欢喜地要嫁给我 可是现在 偌大的婚房 却只剩我一个人了 我摊坐在沙发上 满屋的喜子 现在看起来却极为讽刺 我从白天坐到黑夜 柳如烟却始终没有打过来一个电话 我的心也越来越凉 明明正值酷暑 我却像身处凛冽的寒冬 整个身子都止不住地打战 可是我和柳如烟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我的心里终究对她残留着一丝希望 时间流逝得越来越快 我知道柳如烟今晚不会回来了 原本今晚 我会和柳如烟度过美好又幸福的一个夜晚 可柳如烟却亲手将这份幸福给毁了 手机铃声响起 滑破了满屋的死寂 我看了眼见面 是柳如烟打来的 我心中一喜 忙不迭地按了接听 电话那头传来的 却是江于年的声音 她声音低哑 喘着粗气 仿佛整个人都处于一个飘飘然的状态 谢谢你啊文山 让自己的老婆在新婚之夜来陪我了 你猜猜 我和你老婆在干嘛呢 柳如烟娇媚的喘息声在我耳边响起 我听得两眼通红 甚至想冲到电话那头 把柳如烟和江于年撕成碎片 我就知道 烟烟还忘不了我 我告诉她自己要死了 让她给我生个孩子 她立马抛下你来找我 徐文山 你认输了吗 柳如烟很怕疼 婚前她就和我多次强调 婚后她不想生孩子 可是现在 她却为了给另一个男人生孩子 义无反顾地把我一个人扔在婚礼现场 孰轻孰众 我心里一下就明了了 我气得要吐血 手指忍不住颤抖 我似乎能想到两人不断交缠的画面 江于年的话 更是像刀子一样一次一次地插进我的心里 我的新娘 在结婚当晚 抛下我 要现身于另一个男人 为她生孩子 多么讽刺的一件事啊 于年 我爱你 柳如烟带着颤音的嗓音又再次响起 我瞬间心如死灰 恋爱多年 她连一个我爱你都从没施舍给我过 沉默了许久 我才苦笑着回复江于年 告诉柳如烟 我们再也不可能了 她在我心里滑下的这道伤痕 永远都消失不了 挂上电话的那一秒 我顿时赶到天旋地转 脑袋痛得厉害 下一秒 我就一头栽倒在地上 宿主攻略失败 即将抹除关于柳如烟的一切记忆 悟 再次醒来时 映入眼帘的是我父母关切的表情 柳福温母也站在角落 一脸心虚地观察我的反应 我妈见我醒来 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扑到我身上 文山 你怎么这么傻啊 就算没结成婚 你也不能想不开啊 妈妈都快被你吓死了 就连平时不苟言笑的我爸 也站在病床前抹着眼泪 我一头雾水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到医院来 什么想不开啊 我怎么会来到医院 我妈听见这话 原本已经平息的怒意又马上腾起 还不是都怪那个柳如烟 傻儿子 我早就和你说了 你跟柳如烟不合适 你还执意要娶她 现在怎么样 吃亏了吧 我吓得立马从床上坐起来 我一个连恋爱都没谈过的大小伙子 什么时候就要结婚了 结什么婚啊 什么柳如烟 妈 你在说什么 听见我说这话 我爸我妈都面面相去 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毕竟在他们心里 我爱柳如烟爱得入骨 连她手指滑破点皮 我都会心疼得不得了 柳福温武也按捺不住了 赶紧上前抓住了我的手 文山啊 你听爸跟你说 这件事都是柳如烟的错 你可千万不要生气 等这死丫头回来了 看我不打死她让你消消气 柳福很是激动 说话时的口水都喷到我脸上了 我挣脱开她的手 擦了擦脸上的口水 我生什么气啊 我都不认识柳如烟 为什么要生气 你们在开什么玩笑啊 这下轮到他们四个人面面相去了 空气凝固了几分钟之后 我爸我妈就把我连脱带拽地 弄到了拍脑部CT的地方 排队拍片子的间隙 我妈靠在我肩膀上小声啜气 这孩子肯定受什么刺激了 这可怎么办啊 连脑子都不正常了 儿啊 你这样让爸妈以后咋办啊 你别吓我们啊 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 自然不知道该从哪个方面安慰 只能保持沉默 半个小时后 我拿到了脑部CT的报告单 报告结果显示 我非常健康 身体被棒 赤麻麻香 随时都能出院 我妈还是不放心 又和医生说明了一下我的情况 医生给出了最终解释时 可能是那段记忆 对我来说过于痛苦 大脑出于保护我的目的 选择性地忘记了 听到这个解释 我妈终于松了口气 只是她心底 对柳如烟的怨恨 又多出了几分 现在只要听到柳如烟这两个字 眼里都能冒出来火星子 我不喜欢医院那种压抑的氛围 更何况 我一个无病无痛的大男人 摔个跤就一直住在医院 确实不太合适 第二天早上 我爸我妈带着我 做过一个全身检查后 就出了院 我坐在车后坐没事干 只好拿着手机刷视频 微信收到了几个消息通知 我点开来 发现是发小张池发给我的 我点开那条语音 发小不解又带点欲怒的声音传来 你和柳如烟怎么回事啊 她婚礼现场逃跑也就算了 我们都以为 她是有什么紧急情况 没想到这女人是跑去和别人去三亚旅游了 真是不要脸 听完语音后 我点开了她发来的图片 那个她口中的我的结婚对象 发了一组 九宫格的照片 其中大多都是她穿着比基尼 在沙滩上和一个男人的合照 那个男人我倒是认识 是将余年 但是这个被称为我的结婚对象的人 为什么会和别的男人 拍这么亲密的照片呢 我一头雾水 在列表中 找到了那个被我备注成奄奄老婆的人 但是发现自己早就在昨天中午被拉黑了 既然如此 我也没必要热脸贴她的冷屁股 干脆在删除好友的那一栏点了确认 处理完这一切 压在我心口的那个巨石好像被粉碎了 我整个人都是说不出来的轻松 与此同时 我爸带着我和我妈进了小区门 我们就要到家了 六 刚打开门 元宝和咪仔就迎了上来 拱到我的怀里 元宝是我从狗肉馆就回来的大金毛 咪仔是我从倒闭的猫咖中买回来的不恶猫 两个小家伙都非常粘人 常常会因为争锋吃醋打得鸡飞狗跳 我起身回到沙发上 整个客厅的布置还是和昨天一样 天花板上都是红色的气球 窗户的透明玻璃上都贴上了喜字 我看着地上散落的彩带发呆 本来 我今天应该成为别人的丈夫嘛 儿子 你休息一会啊 我让你爸把这个屋子给你打扫一下 我去做菜 等会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好好吃顿饭 我妈随手扯下窗户上的红喜字 语气中带了些许愤愤不平 我轻轻嗡了一声 把不恶猫抱到腿上 轻轻挠着他的下巴 小猫闭着眼一脸享受 咕噜咕噜地叫 让我原本欲杰的心情都缓解了不少 逗猫的间隙 那个备注为烟烟老婆的人又打来了电话 理智告诉我我不该接这个电话 但是我实在按耐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还是点了接听键 柳如烟暴怒的声音传来 声音尖利地快要把我的耳膜刺破 徐文山 我不就是没有按时参加婚礼吗 你至于在我爸妈面前装失忆吗 你知不知道他们把我骂成什么样了 我怎么会看上你这么个自私恶毒的男人 你懂不懂人命关天啊 余年都得癌症了 你就不能让让他吗 我被他吼愣了 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 柳如烟没有收到回复 怒意更甚 你装什么哑巴呢 徐文山 脑子坏了 难道嗓子也坏了吗 哪怕是脾气再好的人 被他这样无缘无故骂一顿 也会不满 更何况我和他非亲非故 他对我来说和陌生人没什么两样 你是谁啊 我不认识你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接着柳如烟就咬牙齐齿地说 行 徐文山 你真有能耐 你等着 总有你跪下来求我的那天 到时候你可别怪我不给你面子 我一脸无语地挂掉了电话 在联系人的那一栏里 把他拉黑了 这样被无缘无故骂一顿 简直像脚上趴了一个癞蛤蟆一样 不吓人但恶心人 这样的人 还是早点拉黑为好 免得以后惹上一身心 小山啊 谁给你打的电话啊 我妈带着围裙 从厨房探出头 手里还拿着锅铲子 没事 妈 骚扰电话而已 我笑着回来 希望这个骚扰电话 永远都不要再打来 气 半个多小时候 我妈做好了满满一大桌子菜 房子也被我爸打扫地差不多了 一桌子的菜 基本都是我爱吃的 我坐在餐桌旁 整个心里是前所未有的开心和充盈 一碗米饭下肚后 刚刚被柳如烟打扰的不快乐 已经一扫而光了 小山啊 你和柳如烟到底打算怎么办啊 见我心情好了许多 我妈才小心翼翼地问 我不明所以 他们怎么都这么关心一个跟我毫无关系的人 我不认识他 我说了很多遍了 跟一个陌生人我还能打算怎么办呢 小山啊 爸和妈都知道 你心里对柳如烟一直有怨气 但你老是赌气也不是个事啊 我们家彩礼都给了 八十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咱总得向着解决方案啊 老是拖着也不是办法 一向沉默的我爸也开口劝我 看来连我爸和我妈都不相信我 觉得我是在和柳如烟赌气 我叹了口气 一股深深的无力感涌上我的心头 我到底做了什么 才让所有人都不相信我 爸 妈 我没有跟你们开玩笑 我是真的真的不记得有柳如烟这个人了 我爸我妈还是不死心 一个劲地追问我 那你记得你和柳如烟是怎么认识的吗 你还记得婚礼当天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一一否认 我妈拿起手机相册里的 我和柳如烟的合照放在我面前 你对你旁边的这个人 真的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吗 没有 一点印象都没有 见我这样说 我爸我妈终于相信了一点 我真的失忆了 我妈收起手机 往我碗里加了点菜 行 儿子 忘了就忘了吧 我们以后一定能找到更好的 这顿饭大体来讲还算吃得愉快 吃饱了以后 我爸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 我和我妈在厨房里洗碗 不一会 门铃响了 柳夫温母吵着闹着闯了进来 我爸正愁一肚子火没触发 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 你们还有脸来 我们家文山都被柳如烟害成这样吗 你们上门来找骂的吗 现在就把我们家的彩礼退回来 我们徐家可不是任人欺负的冤大头 当初要不是我儿子好说歹说 你以为我会让你们家女儿进门吗 听到这话 柳夫温母瞬间就急了 赶忙拉着我爸的手不放 可不是这回事啊 亲家 柳如烟那个死丫头就是个没良心的 我们的电话她也不接 你等着 我们马上就把这死丫头给你们抓回来 到时候随便你们处置 打死她我们也不会说什么 我看不下去 擦了擦手上的水字从厨房走出去 叔叔阿姨 你们不必这么大费周章 柳如烟现在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陌生人 她干什么都和我没关系 我只想拿回属于我们家的一切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想法 柳夫温母一脸慌乱 要回彩礼简直就像要回他们的命一样 没了八十万的彩礼钱 他们儿子的婚车婚房就没有着落了 我没再说什么 转身回了厨房 你走吧 我们家现在不欢迎你们 推丧间 大门被关上 柳夫温母的吵闹声被隔绝在了门外 我的世界终于安静了 爸 但是不得不说 柳夫温母的效率实在是高 第二天一早 他们就带着那个从未在我记忆里出现的未婚妻 再次敲响了我的家门 柳如烟鼻青脸肿的 被柳夫温母强行拽着进了客厅 看到我时 她慌忙低下头 眼神有些躲闪 说实话 即使我的记忆中没有柳如烟这个人 但不可否认的是 她长得实在是漂亮 即使现在鼻青脸肿的 我也能看出来她是个美人胚子 更何况她身上还有一种独特的清冷气质 柳夫温母注意到我微妙的表情 一把就把柳如烟推到了我身上 我连忙躲开 柳夫温母又上前拽着我的手陪笑道 雨虚啊 你看 我把这死丫头找回来了 还打了一顿 这样你解气了吗 要是你解气你再打 想怎么收拾都行 只要别要回彩礼 我们都不干涉 听到这话 柳如烟抬起头看我 眼底带有淡淡的恨意 我叹了口气 不明白他们这样做的意义 我说了真没必要 我对您的女儿不感兴趣 我根本不认识她 就算你把她带回来 又能怎么样吗 听到这话 柳如烟一脸震惊地看着我 面上还带有淡淡的嘲讽 徐文山 你还要装失忆吗 我说了我只是想给余年 留一个孩子 你的心胸怎么就这么狭隘呢 我被打成这样 你开心了吗 被一而再再而三地纠缠 我的耐心早就被磨没了 这位小姐 我说了 我不认识你 我也不想管你回不回来 我只想要回属于我们家的那八十万 你懂了吗 如果你们执意如此 我只能通过法律的手段围权了 爸 妈 送客吧 我不想跟他们多废话什么了 柳福文母又再一次被赶出门 柳如烟肉眼可见地慌张 一脸乞求地看着我 文山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真的把我忘了 我没工夫应付他 推着他就往门外走 我说了 我不认识你 如果以后你们执意要来打扰我 我就报警了 柳如烟还想解释什么 但被我一把推出了门外 应付这些奇奇怪怪的人 真是耗费了我不少脑细胞 一个月后 我把我妈追回我们家彩礼的民事案子 也成功开庭 柳福文母败诉 八十万将全额退还给我们 九 确认自己身体没有什么异样之后 我就让爸妈离开了 这么大的人了 也不好让父母像照顾小孩子那样照顾自己 我的存款数目 完全可以支撑自己衣食无忧的生活很多年 我向公司主管递交了辞职信 准备在家里好好休养一段时间 我不管从前的自己是什么样的 现在的我 只想过自己平平淡淡的小日子 每天鹿鹿猫遛遛狗 这就够了 其他的事情 我不想奢望 也不敢奢望 我以为自己此生和柳如烟会再无交集 没想到半个月后 我又在家门口看见了他 这么长时间没见 柳如烟脸上的大部分伤都痊愈了 但倒是比前段时间瘦弱了许多 身上穿着不合身的宽大的连衣裙 看见是他后 我下意识地想赶紧关上门 没想到柳如烟却伸出一只脚死死挡住 为了不对他造成意外的伤害 我只能作罢 文山 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 不然你不会放我进来 柳如烟泪眼婆娑地看着我 像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 我表面假装淡定 心里却已经翻了无数个白眼 你会不会太自恋了 要不是你伸脚挡着门 我才不会放你进来 要是那你弄伤了 你讹我咋办 柳如烟脸上闪过一丝尴尬 但很快又恢复成 刚才那副委屈巴巴的样子 记得你说过 你最喜欢吃我做的饺子 我今天早上六点就起床和面了 你试试对不对你的胃口 柳如烟把保温盒放在桌子上 从厨房拿出了一个小碗 成了满满一整碗后 递到了我手里 我想推回去 但柳如烟却死死端着碗不动 如果你不尝尝 那今天一整天我都赖在这里 没办法 我只能接过来 浅尝折纸地吃了一个饺子 硬着头皮咽了下去 怎么样怎么样 柳如烟两眼放光地看着我 想从我脸上看到满意的表情 我沉默了一会 还是选择实话实说 你挺厉害的 毕竟要找到比你这还难吃的饺子 确实不简单 饺子皮没熟 里头的肉馅像是打死了麦炎的一样 做得很好 下次别做了 听完我说的话 柳如烟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也不好意思把剩下的饺子给我吃了 那你现在有想起来什么吗 文山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你真的忘得了我吗 我摇了摇头 不是忘记了 我压根不知道有你这个人 柳如烟似乎被我的一番话打击到了 眼里立马蓄满了泪水 文山 我求求你 再仔细想想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他哭得梨花带雨 我的心里却没有一点动容 老是赖在别人家真的挺不礼貌的 不如你早点回去吧 柳如烟似乎是受到了什么沉重的打击 整个人都往后倒退了几步 你真的这样想吗 文山 我是真的爱你 我承认 从婚礼逃走是我的错 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你能原谅我这一次吗 我摇了摇头 把桌上的保温盒重新塞回他手里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 慢走不送 柳如烟两眼哭得通红 后退着离开了我家 是 可能是被我说的话伤透了心 接下来的一个月 柳如烟都没有再来骚扰我 我和发小张池也在大学班长的邀请下 一起参加了高中的同学聚会 文山 你猜今天谁也会来 饭桌上 发小张池故作神秘地和我说 我不明所以 低声问他 谁啊 和我你还卖关子啊 张池偷笑一声 伸出食指戳了戳我的肩膀 江青月啊 从小跟我们一起长大的 后来不是出国了吗 他昨天还联系我 说要来参加同学聚会呢 我轻轻点了点头 江青月这个人 我一直都有印象 他就住我家隔壁 小时候还和我和张池 一起玩过泥巴呢 你反应怎么这么平淡啊 你不会不知道 人家小姑娘之前暗恋你吧 啊 什么时候啊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张池拍了下大腿 一脸懊恼的样子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当时初中的时候 小姑娘和我说他暗恋你 问我怎么追 后来还没来得及追 就被他爸妈带出国了 我忘了告诉你了 山哥 你小子可真是有厌福 江青月现在不仅是 实实在在的海归派 长相还能甩柳如烟 好几条街呢 我瞥了他一眼 张池立马认识到 自己说错了话 做了一个用拉链封嘴的手势 我被逗笑 便没再多说什么 你们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带我一个呗 江青月笑着进门 在我旁边的空位坐了下来 一马归一马 江青月现在的样子 真是完全看不出 她是小时候 和我们一起玩泥巴的 那个小女孩 多年未见 我们之间也并未有什么隔阂 很快 我们三人便聊得热火朝天了 没想到下一秒 冰冷的酒水 就溅到了我的小腿上 转头一看 柳如烟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在了江青月后面 手里拿了一杯 嘉宾的鸡尾酒 江青月被泼愣了 反应过来后 立马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起身 把身上穿的外套脱下来 照在了江青月的头上 柳如烟 你有病吧 你带我们同学聚会上 发什么疯啊 张池气不过 站起来指着柳如烟 就破口大骂 柳如烟没有理会她 仰着头看我 文山 要不是我在你手机上 装了定位 我还不知道 你会背着我 和别的女人 聊得热火朝天呢 柳如烟现在的样子 在我眼里 无异于一条疯狗 我真是不知道 她竟然会疯狂到这个地步 疯子 我说了我不认识你 你为什么要一直纠缠我 还迁怒到其他人头上 你再不走 我就报警了 柳如烟丝毫没有后悔的意思 转而把矛头指上了江青月 你这女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我都怀了徐文山的孩子了 你居然还勾引她 连一个有父之父 你都不放过吗 柳如烟的话刚说完 半个屋子的人都扭过头看我 一脸看戏的表情 我再也忍受不了柳如烟的无理取闹 把被泼了满身酒的 将青月拉到怀里 麻烦你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 我录个音 到时候就警察局报案 你没有证据 就随随便便污蔑我 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 柳如烟没再敢说什么 只是一脸不可知性的看着我 以前的我或许能够迁就她 现在 她现在对我来说 只相当于一个陌生人 还是一个到处给我找麻烦的陌生人 我自然不会给她什么好脸色 柳如烟看我软硬不吃 只能拿出苦肉剂来搏斗我的同情 文山 江于年一直在骗我 她在老家娶过媳妇了 也没得什么癌症 只是她老婆生不出儿子 她怕她妈才让江于年来骗我 给她生孩子的 我也是受害者啊 文山 如果你愿意原谅我 我让肚子里的孩子随你性好吗 我差点笑出声 不过是被气笑的 对不起 我没有随随便便给人当爹的习惯 你自己造的孽 自己偿还吧 柳如烟张了好几次嘴 想说什么 最后却还是保持沉默 混乱中 张池已经到门口把保安叫来了 柳如烟被保安拖了出去 整个过程都没有挣扎 呃 看到柳如烟被拖走 我整个人都松了口气 希望从此以后 她都不要再来打扰我 突然 我意识到江清月还被我拦在怀里 我连忙松开抱着她肩膀的那两只手 你没事吧 冷不冷啊 江清月摇了摇头 脸上罕见的带着一抹红芋 明明之前只是把江清月 当成普普通通的异性朋友 可是如今看她整个人都被我拦在怀里 我的心跳却异常的快 江青月似乎是意识到了 脸变得更红了 两手轻轻扶上我的胸口 你还好吗 听说柳如烟骚扰你很久 我笑着摇了摇头 现在如果她再来骚扰我 我就只能采取法律的手段来应对她了 江青月低着头 语气也带有了几分不自然 其实我可以扮演你女朋友的 好让柳如烟知难而退 就是你可能不知道 我其实初中的时候就喜欢你了 我不是想和你早恋啊 只是心动 我可是个好女孩 我被江青月略微慌张地解释逗笑 烦闷的心情都一扫而光 以前的人和事都和我无关了 我不会再为那些无关紧要的人 付出任何情感 相处了几个月之后 我和江青月确定了恋爱关系 由于我们从小就相互熟知 双方父母也十分满意我们俩的交往 江婚期定在了半年后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 我和江青月策划了一场蜜月旅行 祖国大江南北的风景和文化 全都被我们尽收眼底 和江青月在一起的这段时间 我好像第一次体会到了人生的意义 我也再也不用羡慕别人的爱情 因为江青月就是那个全心全意爱我的人 十二 半年后 我和江青月从大理飞回来 和双方父母一起筹备婚礼 结婚的前一晚 张池约着我和江青月出门吃夜宵 从她的口中 我得知了柳如烟和江云年 这半年来发生的种种 原来柳如烟的父母知道自己的女儿 怀上江云年的孩子后 连夜把柳如烟抓了回家 以她肚子里的孩子为要挟 让江家给彩礼钱 结果江云年的父母 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方子 算出柳如烟肚子里的孩子是个女孩 便从此对她不再过问 柳如烟的弟弟没了婚房和婚车 天天为了出气把柳如烟当沙包打 柳如烟被打到流产 又没有得到及时救治 最终死在了那个地下室 江云年外出打工被骗 断了一条腿和胳膊 才成功逃出来 再次听到有关他们的近况时 我只是唏嘘 当作普通八卦听听就过去了 婚礼结束当晚 江青月躺在红床单上和我撒娇 你说 为什么不是你先喜欢我的 你现在必须给我表白一百遍 不然我不理你了 我笑了笑 把她搂在怀里 轻轻亲了亲她的脖子 江青月 我爱你 我的余生也都是你 全文完